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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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中国政府并不回避 第三个 他认为中国现在的新的领导层 在民生上面是花了一些功夫的 您怎么看李克强总理的这样一个报告 其实我们知道中美两国因为国家的体制不一样 我们知道每年美国的总统要向国会发表一个国情咨文 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其实就相当于是中国版的一个国情咨文 他要把整个去年一年 不管是中国政府的内政也好 外交也好 民生方面也好 社会整体的发展都要做一个全面 而且非常深入的总结 不但是要总结去年一年的工作 还要对今年一年的工作进行一个规划 并且还要对今后几年的一个长远的一个目标 进行一个展望 所以这样一个政府工作报告 应该说确实是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所以每年两会期间 可以说人们的最大的一个关注点 就是关注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上 我们看到不仅是中国的新闻媒体 现在国外的新闻媒体也非常的关注两会 关注政府工作报告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像什么华尔街日报 像什么纽约时报等等这些西方媒体 都非常的关注 这些可以说现在西方也越来越了解 中国的政治体制 他们也知道两会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 起到多么重要的一个作用 而政府工作报告又是两会中的重中之重 而且因为我们刚刚听完了 我们当上川普总统的国情咨文 然后再听听中国总理李克强 他的政府工作报告 确实感觉 其实从两个人的利益上来讲是一样的 但两人讲话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这跟人格特点和我们的风格有关 但有一点 这里面他对很多目标非常具体化 比如说他现在大家讨论最多的 就是对2017年GDP的增长率 中国又在去年6.7%的基础上 又在下调到6.5% 其实这一点来讲 大家比较关注在什么呢 就是说会不会以后这个经济放缓 用中国政府的一句话叫做 会不会变成一种常态 因为世界现在中国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如果中国发动机不足的时候 其实各国更关心的是 中国还能不能买我多少货 您怎么看中国主动调降2017年GDP的增长率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 我们想到当初在比方说90年代 尤其是在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 中国曾经有一段经济的高速发展期 百分之十几 对经常我们讲的是百分之十三百分之十几 那个时候经常我们大家在讨论到 中国GDP的增长 大家经常会说这么一句话 因为当时中国的GDP不像现在 排在世界的第二位 当时中国可能只排到世界第七位左右 当时人们就说 说虽然中国GDP增长很快 但是毕竟跟美国差距很大 美国增长个百分之一百分之二 可能就已经超过了中国的百分之十几了 没错铁量大嘛 今天我想中国的经济增长 也是我们要从这个发展的观点去看 就是说中国已经不是九十年代的中国了 在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体量相对比较小 所以可能在经济发展上 我们加速度发展 发展个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三 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到了今天到了2017年的时候 中国的GDP已经是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 而且跟美国的距离正在还在缩短 对 中国保持的这个GDP的发展速度 是要高于美国的 中国的经济体量虽然现在比美国还是小很多 但是已经超过了世界其他的各国 而且第三名跟中国的距离差距越来越大 是的 因为中国的发展能够保持在百分之六百分之六点五左右 其实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 这个速度已经是相当快了 没错 就像我们当年评论美国 说美国增长个百分之一百分之二 那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增长了 您这个角度看不见很客观 对 所以我认为今天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去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七 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是说 经济增长的目标是百分之六点五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目标 是可以实现的 而且呢 作为中国这么一个第二大的经济体来说 这个速度一点都不慢 我记得中国的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他刚刚十八大上任的时候 他也提到这一点 他说你不能再用三十年前 中国增长速度的那个 那个数字来看今天 因为体量不一样了 确实这个基础体量 但是今天增长百分之一 相当于过去增长百分之十五 都不止恐怕 当然了 另外一个问题 大家国际上比较关注的就是 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贸易体了 中国进出口的贸易总量 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而长年以来 中国一直享受一个贸易的顺畅 每年都是有多多少少 几百亿几千亿的这样一个贸易顺畅 而今年 中国再看到官方数字来看 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 也就是说 中国既没有逆差 也没有顺畅 你说是不是意味着 中国进出口贸易的顺差时代 结束 其实首先我们来看这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是不是 我们追求顺差越大越好呢 其实我觉得从一个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并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国家 不管你这个国家再大 人口再多 你毕竟是有你自己有限的资源 如果说我们一味的去追求出口 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我们国内资源 所能够承载的这种生产产能的话 我们成了世界的工厂 那么给我们自己国家的资源环境 就必然会带来一种破坏 甚至是枯竭 我今天我在看这个 最近不管是政府工作报告也好 还是一些专家的点评也好 委员的发言 大家经常在讲三个字 叫做供给侧 我们讲到供给侧的改革 供给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从产能方面 从生产方面来讲 我们这方面要改革 关键是怎么改 我们看到今年有一个数字 有一个总结应该说 讲到了这么一句话 说是供给侧改革 产能超额完成了减产目标 超额完成了减产目标 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对对对 这我也注意到这一点了 叫单位GDP的能耗 我们记得在计划经济时代 我们都是要超额完成生产目标才对 但是到了今天 到了一个我们要去追求供给侧改革的年代 我们已经不是说我们一味的追求生产的数量 也不是说我们一味的去追求出口值 而是说关键是我作为一个国家来说 怎么能够最大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怎么样能够使我们这个国家 从一个制造大国变成一个技术大国 创新大国的发展 其实中国为了实现技术与创新的发展 肯定要从世界上引进很多新的技术 新的高科技产品 这样才能够推动国家继续向着一个更高层次的发展 那种简单粗放型的生产 其实减掉一部分是对国家有利的 把我们国家需要的东西 把用进口的方式进进来 把我们这个过剩的产品减少出口 实现一个平衡 其实我觉得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最理想的发展方式 就是所谓的过去 其实中国一直在强调一个东西叫做可持性发展 可持续性除了你的人才要有梯队 除了你的发展的产品要更新换单 除了你的产业要提高 另外一个 那就是你的国家的能耗 你的国家的资源也要能够跟得上 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 固然为中国人民的经贸出口增加了很大的动力 老百姓也确实从中获得了很多好处 老百姓也得了很多实惠 但是就像您讲的衍生出很多问题 空气污染问题 环境污染问题 我们的能源 被能源消耗过多的问题 甚至有些特别能源 还有一个枯竭问题 所以对可持性发展实际上来讲是一种智库 使我们先休息一下 其实这次李克强的讲话当中 对民生的东西还是有了很多琢磨 并不完全是高来高去 他也希望在民生方面更多的照顾到老百姓的生活 特别是对于大家过去一段时间 特别诟病的房地产的问题 特别是二三线城市 很多大量房地产积压的问题 中央也提出了很多的 但有针对性的措施 他也有所考量 看来人民的福祉 人民的生活 才是这一届政府更加关注的东西 使用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 刚才我们跟魏先生特别谈到了 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的报告 李克强的报告 今年比往年要短一点 今年比往年 甚至有人总结了600个字 就把他这个报告的全部的主要内容 都涵盖了 当然内容还是很多 大家认为重点还是在民生 在经济 作为一个总理 就是要抓这些东西 魏先生 其实这一次 中国现在目前的问题 除了中国能耗过高 产能过剩 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改革30年必然积累下来的问题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就业的问题 其实中国大学生就业困难已经不再是一个秘密 也不是政府也不去掩盖着 很多大学生 特别是你专业如果不是很理想的话 你的毕业的时候 基本人找工作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特别是中国经济放缓之后 整个大学生的就业都产生 大学生就业都已经有一定困难 更何况中专生 中学生的就业都更困难 这一次中国的总理呢 他特别提到 他说要把这个城镇失业人口的失业率 控制在4%到4.5%左右 快跟我美国失业就差不多了 您怎么看中国政府比较客观务实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首先觉得在中国的就业市场上 它存在着一个很大的不平衡 这种不平衡呢 其实并不是说一个公大于求的问题 其实呢 在中国的很多领域 并不是说公大于求 而是在很多领域 它缺少一些真正的专家 真正的人才 但是呢 又在很多领域呢 人才过剩 人才过剩 或者说很多大学生找不着工作 很多这个进城的这个民工也找不着工作 大家都需要有这样一个工作 可是在另外就业市场的另一端呢 我们又看到很多企业 他找不着 他想要的 合适的人 对 合适的人 其实我们在美国这问题也存在 对 其实呢 这是一个社会上的一个 怎么说 一个不平衡的这样一个缺口 其实怎么样解决这个缺口的问题 让这个供与需之间 得到一个非常顺畅的 这个交流的通道 使整个就业呢 能够得到平衡 一方面呢 当然是要从教育着手 怎么样向这个社会所需要的 这些行业去倾斜 你要输送人才嘛 对 另外一方面呢 我想要通过一些技术培训 一些专门的这种 这个技师的专业培训 使这些本来是在社会上正在找工作 但没有这方面技术的人 把它培训成一个专业技术人员 其实我想啊 中国一方面呢 是在这个行业之间存在着这种就业的缺口 另外我觉得在地区之间也存在缺口 现在呢 很大的问题就是说 这些个毕业的学生 他们都想到大城市去 特别是到北京 上海广州去 一线城市 对 而在二线城市呢 也有就业压力 但相对的少一些 好很多 然而到了西部城市啊 几乎说这个供求的关系是扭转了 那边是需要人才 需要就应接毕业生 但是他们得不到足够的人才 所以说啊 我觉得还要政府呢 有适当的引导 让这些个毕业生呢 知道自己他们的价值 不仅仅只是在大城市 特别是一线城市才能实现 他们完全是可以在二线城市 在中部 在西部 都有他们广阔的这个就业和他们事业的市场 其实这一点来讲 政府的导向蛮重要的 政府有一定的 有刻意的一个主动的导向 和一个培训的目标方向 我曾经和一位大学教授聊过 我们探讨过一个问题 美国曾经有一个 我们洛杉矶时报曾经有一篇文章 它的题目是 美国的博士是多了 还是少了 他认为美国博士过多了 原因他认为说 美国 我们是产业最齐全的一个国家 但是我们的博士需要量 就应该是在那些 需要发展的地方 而不是说什么行业都要有博士 我同样问题问这位大学校长 他说不对 中国的博士不是多了 还是少 就是您的关键 是区域不平衡 行业不平衡 和我们的这个自己的在学校教育当中 关着门办教育 而没有开着门和市场所结合 教育需要跟市场接轨 而且还有一个经过市场的这种不断的改变 要有一个再教育的过程 还有一个职业培训的过程 这和教育其实是同等重要的 特别是今年两会 我看到提出一个叫做中国制造2025 这样一个词 我也注意到了 对 中国制造2025 具体就是说 现在有这样一个规划 说到了2025年 中国在制造业上 不能只是简单重复的制造一些低端产品 而是说中国不但要迈向高科技 迈向高端 而且要培育出自己的一大批高级的工匠 高级的技师来 这些技师其实正是中国现在职业市场上非常缺少的 这些技师其实他们并不一定说 需要有多么高的学历 不一定非要有硕士博士 关键是他在这个行业上 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经验 足够的能力来驾驭这样一个高科技行业 所谓的工匠精神 是的 其实我已经注意到了 现在上海的一些大型的制造业的公司们 他们的技工的工资 要比一个大学生要高得多 他认为说技工比大学更实用 因为他觉得他们更需要他 但说到这一点 其实魏先生我要跟您探讨就是这个问题 现在美国我们总统Donald Trump 大肆急声 大肆急呼 说美国制造业回流 其实我曾经我看到过他的一些 这个几个几个几个后任的 当时还是后任的一些歌员 他们在说都说美国制造业回流并不是意味着美国简单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回流 而是说美国的制造业的工业形态在变化 比如说大家很多朋友都看到在网上疯传了一段特斯拉公司生产汽车的一个流水线 全部是机器人 就说automation 就是现在的自动化的程度已经越来越多的替代了制造业中的人力 但是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产生了 由于这种机器人和自动化程度在提高 就会让社会的就业的压力也会增加 中国要提出制造业的2025 除了要有工匠精神 除了要有自己的创造力 可是也不可避免的 中国的制造业 也许有一天上海的大中汽车 可能雇不了几万人了 可能几百人就够了 你认为中国的未来就业市场和中国的制造业的更新速度 会不会是个矛盾 其实我并不这样认为 应该说我本人就制造业这个方面也是比较了解的 特别是在美国 因为我您也知道我是在电力公司工作 对 你是电力工作师 而且我自己的工作的职责 就是进行电力项目的全球招标 在这方面 其实我对全球很多这种生产制造企业都有一些了解 特别是美国国内的一些大型的制造企业 其实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在比方说配电变压器 是电力行业一个非常实用 而且是大面大批量需要摆进需要安装的东西 这是一个基础的设备 但是现在应该说在配电变压器这一块 美国仍然有非常强大的生产能力 世界最大的配电变压器生产厂仍然在美国 对 应该说我到这家工厂去过多次 他们的这种自动化生产 那是达到一个相当的水平 他们的整个的厂房 可以说它的厂房面积不亚于波音公司飞机的厂房的面积 他们我们看到满天上挂的都是正在生产中的配电变压器 但是他们的厂房中的工人也是数量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任何自动化的生产 它都需要有人来把关 有人来做检验 有人在控制它的质量 所以我认为一个企业它的自动化技术化的更新 这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要想跟上世界时代发展的潮流 这是一条必有之路 但是要让企业包括社会的就业 不会因着自动化高科技而淘汰 那么就需要做什么呢 就需要扩大自己的生产 进行强强联合 而不能用这种分散式的小而全式的 好像还用一个小作坊 人力密集型的去搞生产 而是应该把这些小的企业 把它整合成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大企业 能够在整个这个市场 全世界的市场竞争中站住脚 我想中国现在正在大力推动的 一带一路建设 这个一带一路的思维 其实就是说要让中国的企业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并且跟世界各国 特别是这个一带一路 沿线的国家进行合作 是中国的这个产品 不仅是面向国内市场 更多的是面向国际的市场 做大做强 这一方面也产待需要我们中国国内自己的这些个员工 还有我们的这些技师提升自己的生产技艺 是一个人他能够驾驭新时代高技术的能力 确实我曾经碰到过一个美国的年轻人 他说我现在我一个星期要打五份工 我说为什么 我说你爸是牙医 你妈妈是教授 你们家也不缺钱 他说不是 他说未来的人才是多方面的能力 光会一个能力是不行的 他说必须得多种能力 他说我都不知道我未来我要做什么 他说就看得出来 现在年轻人有一种未雨绸缪 有一种就业危机感 特别让我想起中国的前总理 这个温家宝先生 他曾经在第一次他的记者招待会人他说过 他说我做总理最大的任务 就是要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 他说中国的就业人群 是所有西方国家就业人数的总和 他说这个压力 作为一个总理来讲 那是最大的压力 所以看得出来 现在中国这个问题 也在逐步逐步的在慢慢推进当中 中国提倡的所谓的扩大内需 提倡的第三产业 就是希望能让就业机会越来越多 中国的潜力还是蛮大的 这要看政府和人民如何来做 时间关系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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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